或许大家会觉得,糖尿病其实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疾病,毕竟这个疾病或许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控制好自己的血糖,基本上就不会出现病发症,也不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了。 但往往患有糖尿病的人,他们往往更难以控制自己的饮食,很多糖尿都是爱吃的人,甚至还有些是一些吃货,要吃不要命那种,所以更是可能严重的,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了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,糖尿病病发症,是机器官病变最多的疾病。 一、微血管病变,当一个人的血糖没有予以积极的控制的话,很有可能引起微血管病变导致的病发症,比如是网膜病变引起的血力障碍,甚至失明等疾病,严重的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。 除此之外,也有可能导致肾小球的滤或功能紊乱,而引起各种肾病的发作,而是肾脏本身就有排除身体毒素的作用。 如果长期导致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的话,也有可能引起全身的尿毒症反应,严重威胁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。 二、大血管病变,糖尿病的第二类病发症,就是大血管之类的病发症。 主要表现为动脉周样硬化,高血压,关心病,就这样随着糖尿病来了。 而且这种大血管的疾病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健康的威胁非常的大,一旦发现人大血管的酸涩,甚至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猝死,所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发症。 三、神经系统病发症,一般来说,当一个人患糖尿病的病时,已经超过了十年的人,往往都患有这个疾病,主要表现为下至末端的对身体感觉障碍,有时候有麻木感或者移走感,所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。 四、其感染,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发症,就是感染糖尿病的病人,一旦身上出现一个小伤口,都有可能导致伤口久久不遇,甚至技发严重的感染。 有时候在糖尿病严重的情况下,糖尿病人还可能出现糖尿病毒,导致整个下肢的坏痴,所以很有可能面临截肢的可能。 看了今天的文章,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再把糖尿病当成一个简单的疾病处理了吧,所以糖尿病病人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饮食,调整好自己的平时作息习惯,这样才能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。 毕竟这些疾病轻折,导致到自己的身体各个脏器器官的损害,重此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了,还是得引起高度重视才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